今天是圣诞节前的一个温暖的冬日 来,跟海哥一起做香肠 海哥这个香肠呢,主要是哈尔滨肝肠的配方 又结合海哥的这个烹饪经验 总结成了这么一套 我这个肝肠呢,比较灵活度比较高 不用非得晒干,晾干的吃 最正常的肠来吃也都可以 我们先看看配料 然后呢,再跟海哥一步一步的做 肯定交饼 我们先把肠衣泡到水里 我们要把盐冲下去 下面我们来处理肉 最好是选用的后秋肉或者是前煎肉 今天海哥选的呢,却是外籍的肉 另外呢,哈尔滨肠呢 经常要额外的加一些肥肉切进去 加进一些肥肉呢,这个肠啊更香 我今天没有买肥肉 瘦肉上自带的这个肥肉也不太多 可能就没有加肥肉的香 但是更健康一些 你也可以买那个现成的搅好的肉馅 我一般就喜欢自己搅 自己搅很麻烦 但是呢,你能保证这个肉的质量 你知道你用的是这种好的肉 大块的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肉粒的大小 刀磨快一点 要清洗一下 不然的话会有一些金属的碎线 你留 这吃进去很危险 洗好 我们把肉呢,切成小块 以便于上角线机 好,一大堆肉就切好了 就是肉块呢,是要大一点的 所以我选择这种大口的 做肝肠在哈尔滨 真的是很有传统 很多家庭呢,买了肉之后 肉饭呢,直接就给挂 挂成肝肠了 拿到家里挂起来 晾成肝肠 慢慢地吃 脚馅工作花费了我将近一个小时 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 我今天不用掰眼睛了 脚馅的时候保持姿势优美 那腰不要塌下去 不伤得腰的 好,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说说配料 我想把配料呢,先和在一起 变成这个糊状 这样更容易均匀 首先呢,是盐 你在做的时候呢 真的可以根据你的口味 今天调节一下 另外还有一点 国内的盐是加点的盐 加拿大的盐是纯盐 所以加拿大的盐更咸一些 这个呢,大家做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点 所以呢,盐 糖就是白砂糖 那哈尔滨肝肠的特点呢 真的是很甜 这个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 特别是糖尿病的人呢 可以甚至 甚至可以不加糖 干料呢,主要是五香粉 这里边呢,有呢 花椒粉 八角粉 桂皮粉 小茴香粉 还有丁香粉 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粉 我把它放在一起 腐乳呢,就是一般的 北方口味的大块腐乳 在哈尔滨的时候呢 用那种大罐的腐乳汤 去做肝肠 非常好 我们这里买不到那种 我们用那种小的 我先把它搅碎 酱油呢,就是普通的北方的酱油 这种酱油呢,接近于生抽 它是咸的 然后我会加一些香油 这个香油很提味的 哈尔滨尝尝的另一个特点呢 就是加白酒 加酒呢 沙菌 提味 有利于风干 最好采用曲酒 非常幸运呢 在加拿大买到了 曲酒 中国的 来自中国的曲酒 这个酒52度 我最后再加酒 我最后再加酒 就是会发的少一点 把所有的料呢拌匀 当然你完全可以直接把料都加到肉馅里去拌 来自家的 手动加烂 肠衣有这种猪肠衣 也有这种羊肠衣 哈尔滨肝肠的 通常采用的是羊肠衣 比较细的那种肠 有利于风干 这是盐质的肠衣 一定要多洗几遍 把它盐分洗掉 不然的话 肠就偏咸了 现在呢 就是把肠衣 带到惯肠的这个设备上 就是这个戴套的工作呢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 用一点的肉呢 去润滑一下子 或者呢 这样 就是挤出一点肉呢 这样 就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这样就好带了 给我这个水中挤出去 我的薯汤呢 要饱满一点 嗯 饱满一些 然后呢 打成适当长度的节 因为配料里有白酒 这个白酒挥发的时候 把这个肠的香味 带到了室内 现在是满屋飘着香肠的香味 在哈尔滨的时候 有一次把肝肠 晾到了屋里 然后我的小狗就 在那个肠的下面 仰着头盯着个香肠啊 一动不动几个小时 突然呢 有一段香肠就掉下来了 然后小狗就以 迅雷不以及 掩耳盗铃的速度 好 海哥这个肠呢 总算是完成了 总结一下 这一次呢 我用的是一个小型的脚线机 灌制过程中 在出场速度非常慢 这个今天这个胳膊膀 全都疼了 经常灌的话 一定要用灌畅机 看 这就是灌好的肠 我们可以把它蒸熟了之后 挂起来风干 也可以就这么生着风干 根据你室内的干湿程度呢 它干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那通常情况下呢 三五天就风干好了 风干好的肠呢 也可以蒸着吃 也可以生吃 这是哈尔滨干肠的一个特点 可以生吃 另外呢 海哥这个肠呢 可以当成正常的肠 你可以 蒸 煮 煎 炸 烤 都可以的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子 用煎盘 煎肠 把肠放在煎盘里 可以不放油 一到十 我选五 中火 我加一点水 然后盖上盖子 即使不放油 这种煎法呢 漂亮的颜色也会出来 我们现在再煎另一面 火可以再相应的大小一点 好了 煎熟了 我还想要煎盘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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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篇 我 吃 我 吃 我 吃 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